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大火的原因查明了吗 火灾事故认定术已经出来了 不是认为 是设备太旧 线路短路造成的火灾 我决定了 其实从我到公司 看到严小辰的第一天起 我就猜到有这一天 我太了解你了 我没有见过你 对哪个女孩那么主动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 她到底哪里好啊 让你对她那么用心 而我那么爱你 你居然爱她不爱我 我现在想明白了 是我傻了 爱心本来就没有什么对错 也没有道理可想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你都可以为她赴汤蹈火 连命都不要了 昨天晚上那场大火 也算是帮我做了这个决定 也算是帮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希望你的离开 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 你别自恋了 我离开是因为我自己 你 我要是不离开 才是因为你 我跟你说过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都在美国 现在美国有更好的机会给我 我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有句话说得好 人往 高处走 再说现在公司有你 有乔永 还有你的程太太 我放心了 既然你去义已决 我在挽留的话也没什么用 你 新年 我只想让你知道 你是我最亲密的战友 抱抱我吧 你 再见 打算是什么路走啊 那个 美国那边已经在催我了 应该就这两天吧 那我祝你虔诚似锦 我虔诚似锦是一定的 你还是祝我 早日找到爱情吧 你的爱情 可能早就已经出现了 你走 你咱家 你还要是倚了 你不得以为她 我的爱情 对 你不得以为她 你不得以为她 你不是 你不得了 我 你知道吗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接了大单 是你的实力 不用谢任何人 特别是我 但我还是 发自内心的要说一声 谢谢你 你真的不用谢我 如果你不是这块料 我才懒得搭理你呢 你 你还怪我吗 一开始 突然后来 我很快就想开了 我觉得 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 是我的 你也抢不走 在这件事情上 我似乎是没有任何立场 去责怪你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的确很生气 我也很意外 就是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有人 这么轻而易举地 嫁给我这么爱的男人 你是知道的 我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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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三个字 够了 说真的 其实 你这次经历这么大的磨呢 能这么快地站起来 让我挺看得起你的 那也是因为有你 给了我 那么多正面的影响 我才能 恢复过来 是吗 比如呢 比如 你改改改恨 直来直去 你真正在撒脱地让我陷了 小辰 永远不需要去陷了别人 你就是你 你所需要做的 就是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做你自己就好了 而我呢 我也要追求我的幸福去了 最后 我再跟你说一句谢谢 我再跟你说一句谢谢 是你 成就了现在的我 好吧 别送我啊 别送我 我特别不喜欢那个场景 一定要走吗 你还想跟着 我可告诉你啊 这次我可不一定回来了 为什么 没有什么好留恋的 那我呢 你什么你啊 我喜欢你 我说我喜欢你 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我知道 可我不喜欢你 没关系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试着喜欢我 试不了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跟程志远试了这么多年 不会有好结果的 没有结果我也要试 我不是程志远的 我不要试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赔你们浪费 我告诉你 我喜欢你这几个字 没说出口这几年 才是真正的浪费 你不行 我为什么不行 你可以跟我回美国吗 可以 没问题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 乔宇 我心里喜欢的男人 是高高在上的 比我还骄傲的 是让我仰视的男人 你从来就不是 你是受虐狂吗 随你怎么说 你觉得逃避有用吗 你说谁逃避啊 你看着我 看着我 我是认真的 是不是只有他可以 没关系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装作是他 你 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不想再看到你 我是认真他 你还爱他吗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 我也不会让你再看见我了 再见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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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爱你的 我 你 你 你 来 妈 我们回来喽 今天下班好晚哪 还没吃饭吧 我跟你们坐去 不是说别等我们 不用了吧 你们上班那么辛苦 哪能吃剩饭 坐这儿先看电视 我去了 有妈在多幸福啊 今天累吗 还好 慢点 我楼下的水管修好了 我回去了啊 你们慢慢吃 妈 要不再坐一会儿吧 对 一会儿吃完饭 咱们出去溜达就大 你们年轻人 有自己的日子 我老在中间下窗户什么呀 那样你们不自在 我冰箱里头 我包了馄饨放在里头 她要是晚上饿了 加班饿了 你跟她煮点啊 吃吧 吃吧 谢谢妈 那你早点睡啊 吃吧 来 吃个大虾 你喝点这汤 我妈包的汤都不要了 我来吧 没事 别烫着你 来来来来 快吃快吃快吃 妈的状态 好不容易彻底恢复呢 离婚这件事情 我们先不考虑了吧 那要照你这么说 就是不管她恢不恢复在 这婚都离不成了呗 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吗 你说呢 满意 而且是非常满意 这种感觉就像是 回到了小时候 很温暖 很平静 也很轻松 就是我一直所渴望的 其实也是我一直渴望的 自从我没过世以后 我的家就再也没有过 这样的气氛了 我跟你一样 一恍惚 就好像回到以前一样 如果我们觉得 这样挺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这样生活下去 你觉得呢 只要你们开心 我就开心 你好 好可爱 喜欢吗 喜欢的话 我们也可以演员 我就是觉得 咱俩平时上班都太忙了 我妈就自己一个人在家 如果丁姐不在的时候 她还挺孤单的 走吧 老板 你我 还挺好 尤其你的机票处理 你帮她订的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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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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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呀 好可爱呀 给她起名字了吗 还没呢 那叫干什么呀 叫什么 叫蜗牛好不好 蜗牛好玩 蜗牛 蜗牛 小蜗牛 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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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蜗牛好玩啊 喂 请问是吴清姐吗 是我 这里是上海市第二开手座 您的父亲吴天盛 今天早上突然胸痛严重 半腰呼血 现在已经送往检察院的医院 进行抢救 吴天盛时的今天早上 配合调查的时候突然病发 情况非常地突然 倩倩 妈 你爸怎么样 妈 这两位是吴天盛的家人 这位是您父亲的主治医生 张主任 你好 吴天盛时巨大生主动脉瘤 而且已经开始有破裂的表现了 请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妈 妈 需要和二位确认一下 她是否曾经进行过 主动脉膜模板置换书 是是是 八年前她做过 现在发现生主动脉扩张 并且持续增大 情况十分危急 必须马上手术 好 马上手术 我现在就去签字 吴天盛的手术难度很大 国内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 寥寥无奇 我们愿唯有这个能力的杨医生 现在在美国进行医疗技术研导会 如果等他回来 一切都完了 什么 医生 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救救我吧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其实邱文君教授 才是这个领域的态度啊 邱教授 她人不是也在美国吗 下面我们有请新郎的母亲 著名的新外科教授 邱文君女士给新人致辞 我昨天听新闻说了 她已经回来了 邱教授呢 现在已经被南京的一所医科大学邀请 去做讲座 是她 你知道这个人 我知道她 我知道她 你的 谢谢 你的 谢谢 你们那个同学今天没来啊 你问我们 你还不如自己给她发个微信问一下 我们先喝 调皮 你最近跟赵一涵怎么样 挺好的呀 我跟她说了 她要是三年之内能拿到冠军 我就嫁给她 你不会是又在耍她吧 我耍她干吗呀 现在不一样了 我相信她她相信我 真好 跟程志远 挺好的 她 你是发自内心说得挺好的 我跟你还需要藏着掖着的 我现在跟她柴米油盐平平淡淡的 不就是我向往的生活吗 说曹操到啊 今天准备给我调什么酒啊 你先坐 我 我 其实已经调好了 真好看 等会儿 那个 这杯酒 这杯酒 你先说 你先 你先说吧 这杯酒叫什么名字啊 这杯酒 我想给她起名叫 新辉 你快尝尝吧 你跟她还有联系啊 我们现在跟深思有一个项目在合作 她是对接人 她举报你替考 搭闹你婚礼 她是既想毁了你的事业 又想毁了你的家庭 这种人有什么值得联系的 现在下班时间啊 好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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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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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吗 你长一长 来来来来 第1个 谁 您好 你好 我就知道你不会接我电话了 有事吗 我要见你 现在是下班时间 你要有什么事情 等我上班再说吧 我必须要见你 有什么事情 不能在电话里说的 一定要见面 叶友诚 我求求你 我现在在兰院 倩倩 她还敢换个电话 给你打过来 姐姐 你是喝多了吗 这么大事 学问 行 吃些 一会儿切着手吧 我看一下 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行 好吃吗 快尝尝 超级甜 我 能不能大怒流量 你有什么话 不能当着大家说 就是啊 我 知道我到底什么事儿 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 我做的那些伤害你的事 我也都受到惩罚了 以后我们都互不相欠 什么意思呀 我求求你帮我 不能 不能 你都不问一下是什么事吗 我不想知道 我求求你 求你帮一下我 求你帮一下我 我求求你帮一下我 我求求你帮一下我 什么事啊能让你跪下 起来 你至于吗 到底怎么了 也不知道什么事 能让他也这么狼狈啊 只有他狼狈吗 小陈就不狼狈了 所以 只有你能救我爸的命 他马上拧着请 我希望 ι 我居留意 把我微信夹回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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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麻烦您了 邱教授 一路上辛苦了 边走边说 好的 病人的情况呢 之前都发您邮箱了 您看了吗 看了 纸质版的我也带来了 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 我们到了现场 我再给您介绍 好 邱教授 谢谢您 真的谢谢您 你是小陈的同学吧 是 是 是 他和小陈是好朋友 是最好的朋友 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谢谢您 妈 先从那儿休息 有个问题我想要问你 什么 吴倩姐那么对你 你为什么还要帮她 我的生活好不容易平静了 我总不能一直抱着怨恨 往前走完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我都穿成这样了 你还能认出我来 你还能认出我 干吗 别看我 为什么呀 因为我答应你了 不让你再见到我 乔雨 你还我的箱子 你别误会 我就是来送你最后一程的 你才要死了呢 以后在外面一个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尽量少喝酒 喝多了没人送你回家了 遇见危险了 记得打911 还有我听说那里最近不太平 时不时就有枪奸案 所以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注意一下你的语气和态度 别总那么冲 你是在咒我吗 你不要忘了 我是从美国土生土长的 用得着你提醒我这些 还有你说的话我考虑了 你说得对 没有人会喜欢一个失去自我的人 所以我不会再缠着你了 我的话说完了 再见 先瞧的 先瞧的 你好 请系好安全带 你好 请系好安全带 你好 请系好安全带 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主任 邱教授 五天生的手术非常成功 我们已经把它体内 只经十一厘米的 巨大生主动脉瘤切除了 并置换了人工血管 加莱呢 会有一个观察期 你们就好好留下来陪陪他 这段时间啊 病人特别需要家属的支持 您放心 我们会的 谢谢邱教授 真的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好好照顾你父亲吧 放心了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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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辛苦您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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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还好吗 太久没做凤肠时间的手术了 体力跟不上了 来 我看看 脸色都不太好了 休息休息就好了 对了 小陈 那个女孩子在婚礼上 那么跟你过不去 你还能这样对待她 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妈 您 因为 我知道失去父亲 是什么样的滋味 所以我也不想她 跟我经历同样的痛苦 妈 您着急回美国室 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怎么了 我们婚礼结束之后 您和爸聪明忙忙的就走了 我妈还一直念叨着呢 想请你们到家里来 她给做点家乡菜呢 你看这次要是没什么急事 要不把爸也接过来 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 爸不是说想回国看看吗 是啊 对 那我 我就去给爸爸打个电话去 好好好啊 那你妈妈现在住哪儿啊 我妈现在正式住在酒店里面 那爸爸什么时候到 我说是下周 对 下周 好啊 那到时候 到时候一块热闹热闹 让丁姐一起来帮忙 不 她这两天孩子是出差了 我给她放假了 她回去带孙子去了 没关系的 我自己可以的 那我帮你 好啊 辛苦吧 不要这么说 应该的 你终于开机了 我刚出外 马上回头了 你快点啊 千万别迟到了 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放心吧 来得及的 陈总 在美国表现不错 大伙都很好看 一路还顺利吧 来来来 当年撞死我们家老颜 那人现在在哪儿呢 我就是个卖车的 那是试驾 她 我上哪儿找她的 我哪儿认识她呀 对了 早儿准备好了吗 我知道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沈总 咱们真的要跟着前面这辆车吗 会议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没事 继续跟着 好 建工 你帮我送到酒店 你就赶紧先回去吧 程总 您放心 今天您回来的事他们不知道 咱们碰不上 喂 妈 我先不回去了 晚点再跟你解释 我来吧 我来吧 好 喂 好了 温雨晨 你会开完了 我开了 有事问你 会都不开了 什么词 你上回跟我说 程自然是 名校毕业的对吧 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你爸 他是哪个大学的 叫什么宾夕法律吗 是宾夕法律吗 是宾夕法律吗 对对对 不是你吗 不是 你问这干嘛呀 你别管了 先挂了 宾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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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喂 马 是我 那个 跟你说个事 就是 你还记得上周 咱们在纽约酒会上 你那个朋友 艾力克斯 他说他自己是 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毕业的吧 他是哪一届毕业的 是这样 你能不能帮我打电话问问他 认不认识一个叫 程志远的人 对 程志远 我一会儿把照片发给你 尽快 麻烦 谢谢啊 喂 六叔 喂 六叔 你在哪儿呢 都等你开会呢 侯总很生气 六叔 我临时有事 开不了了 什么事比咱们集团会议还重要 电话收清楚 我还在等电话先挂了啊 沈欧 喂 马 问到了 他说他认识 这个人叫卢克斯 姓陈 没错 但是不叫陈志远 那他叫什么 说是叫陈侯 好嘞 谢谢 我刚才就应该继续追 那个什么郑建国 我要逼他说出来 当年撞死你爸 那个人到底是谁 他如果愿意说的话 那他早就说了 对 而且我知道 当年开车撞死我爸的 那个人叫陈鹏 妈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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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两天你爸爸妈妈来 可是把我这些手艺都练一遍 要不然还太丢人了 我一会儿吃姜魂的 真的没有错了 那我去买吧 做好看一点啊 别丢我的面子啊 我觉得我还不是小年我包 现在真的还回来了 慢慢的 一天坐一点就都知道了 好 你不是在美国吗 我今天刚回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找我有什么事吗 准确地说 我是来找一个 叫程鹏的人